说起娱乐圈中的女明星,很多的女明星在出名了之后,便选择了嫁入豪门,甚至有的还挤破了脑袋想要进去,因为在很多人眼中,嫁入豪门就是一个质变,可以从一个没有很多钱的明星,变成一个豪门阔太太,有钱还能享受,而嫁入豪门的女明星,有的很恩爱很幸福,有的却不尽如人意。 而下面要介绍的这一位,虽然是嫁入豪门,但是却嫁给了大自己五十多岁的富豪,最后拿到了钱之后便分手了。 这个女性便是何奥尔,1988年出生的她,曾经是一个体操运动员,她上的是体育学院,成绩也很棒,也曾获得过比赛的冠军,而正是因为她练的体操,所以她的身材超棒,颜值也一点不输娱乐圈中的那些女明星。 何奥尔有着一个不错的家庭,家里条件也不错,父亲也开了一家公司,但是在她27岁那年,因为父亲公司发展上的一些原因,做生意失败了,家中的公司也破产了,还欠了一屁股的债。 而为了赚钱,何奥尔选择跨界成为一个明星,因为她傲人的身材和出众的长相,让她顺利进入了娱乐圈。 但是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的何奥尔,虽然有了不少的资源和人脉,也拍了一些作品,但是名气却一直倒不起来。 本来就是来为了赚钱的何奥尔,也知道没有名气就赚不到钱,所以父亲将她介绍给了富豪林建明,两人相差了51岁,真的是有些让人难以置信。 而当开始的两人以干爹和干女儿的身份相处,林建明也将何奥尔签到了自己的公司名下,不久两人就确认了恋爱关系,而这相差51岁的情侣关系也让大家感觉到了惊讶。 很多人不看好,随着两人感情的发展,两人的感情也慢慢好了起来。 通过林建明的帮助,何奥尔父亲也顺利还清了战务,东山在起,而何奥尔也因为林建明的帮助,慢慢有了不低的名气和地位,所以她便很果断的选择和林建明分手了。 被抛弃的林建明也是很伤心,因为她拿真心对待何奥尔,帮助了她这么多,得到的却是这样的下场,都说豪门好,因为豪门有钱。 对于何奥尔来说,豪门的确帮到了她,也让自己和家庭都能好起来,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而她最后离开豪门,可能也是因为豪门的规矩太多了吧。 27岁体操冠军,为了钱加入豪门,钱到手了就分手。 你有什么看法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